孝战突然凑近杨子的脸 杨子下意识的动作 尹不是被吐槽 说到杨子大家对于这个名字可是太过于熟悉了 这些年来杨子在演艺圈里混得风生水起 作为90后四小花旦之一的杨子 出演的电视剧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的演技在不断的进步中 也是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每次出演的角色都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 不论是古装剧还是现代剧 总是让人眼前一亮 曾经的小雪已经蜕变成了让人羡慕的娱乐圈当红女星 杨子1992年出生于北京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姑娘 杨子属于童星出道 并不是新二代 小时候的杨子就非常喜欢表演 家里人都非常喜欢他 他的爷爷总是带着他去少年宫看舞蹈学表演 一来二去杨子也喜欢上了表演 喜欢模仿电视节目里的片段 小小年纪的杨子并不怕生 也陆陆续续地拍过几个广告 后来幸运地进入了加油儿女剧组 扮演了观众非常喜欢的小雪一角 这部剧也让杨子一下子就被观众记住了 剧中她更是把小雪青春期的叛逆 时尚潮流又大胆成熟感展现的淋漓尽致 也让观众爱上了这个特别搞笑的姑娘 杨子的性格大大咧咧 不管走到哪里都能很快地融入到别人的圈子里 其活泼开朗的性格 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欢乐 深受观众的喜爱 如今的杨子依旧活跃在娱乐圈当中 可以说她的演绎事业如火如荼进行中 这几年她在圈里出演的电视剧一部接着一部 不论是古装青云志 还是现代剧欢乐颂都是人气爆棚 特别是和李宪合作的亲爱的热爱的戏里戏外 两个人的CP感实在是太强了 看得观众们都被他们狠狠地撒了一波狗粮 李宪杨子的同学 曾经也扮演过很多角色 但是却一直都不温不火的 不过自从有了这一部剧的播出 他就火得一塌糊涂 也让网友们纷纷表示 杨子实在是太厉害了 只要和他合作的男艺人都会被带火的 不仅如此杨子和孝战的新剧余生请多指教 也陆续和观众们见面了 这部剧可以说是很多网友非常期待的 当时还没有开播的时候 其热度就非常高 不知道杨子和孝战又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孝战是大家都熟悉的新生代演员 他当时拍的陈情领这部剧 也是让他一下子排到了娱乐热搜榜上了 这也让观众们喜欢上这个颜值爆表的男明星 近几年他在娱乐圈也是混得风生水起 凭借着高颜值的校战 也是在圈里站稳了脚跟 而这一次和杨子主演的电视剧余生请多指教 也是观众们评分非常高的一部剧 大家公认的即将要被杨子带火的男艺人 稍早前有网友在网上看到两个人当时拍戏的花絮 想不到竟然这么甜 只见当时的孝战和杨子 在人来人往的路边 毫不顾忌周围的人直接秀安爱 校战假装手里拿着枪对着杨子一甩 然后又扑向杨子和他靠得很近 差点就亲上杨子 不过这个时候杨子有意识地把手抬起来 直接推开了校战 看样子两个人像极了恋爱中的小情侣 举手投足之间都是甜甜的味道 不得不说杨子不论是和谁一起搭戏 其CP感真的很强 那么这一次和校战在搭戏 估计也是甜甜的你们觉得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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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